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 对持有多户且为做有效使用者 可以交高税率 来鼓励房屋释出减少控制 以符合公平正义 若时居住正义 政院在推移房屋税率2.0方案 原本存房税本来采各县市个别归户 现在改成总量为主的全国总归户 来调高法定税率 直接冲击在各县市自产的都族和建商 估计36万户受到影响 全房税本来就是小英总统的政见之一 那居住正义也一直都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细节部分都已经定案 而且水到渠成 时机也成熟了 这件事情是应该不分蓝绿 不分这个政党 大家一起全力来支持 这个有帮助 一定要全国总归户才知道 他有多少房子才开始课 蓝绿委对全国总归户持证诚态度 实际上依照现行法规 如果非自住 住家税率1.5到3.6% 未来将往上调整 改成2%到4.8% 但由于税率部分是各县市政府自行订定 如果房屋税税率2.0方案通过 预计明年7月1号开始实施 后年5月开始课税 目前以6都来看 新北市被点名屯房税最低 日为之一 新北市长侯友宜要参加7月16号开刀游行 推动居住正义 格外讽刺 另外鼓励自住房屋市出到租赁市场 财政部也着降全国单一自住税率为1% 政府循序渐进 透过修法再往居住正义迈进一步 三连续游黄星球马 日为N3小组台北报道